另外其实如果说要是我的话 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这方法太多了 我们有机会再来谈 再来的话手机 这一题也是这个的罩门 手机要怎么做 手机假如我们不要看那个 这个为了考试来解题 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要把这一串 这个数字变成一个手机的门号 我该怎么做 我就是做法就是他是等于什么呢 前面加一个09 那特别注意 09一定要双引号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字如果没有双引号 他就变成数字 数字没有0开头的吧 100块100 没有说0100吧 如果你0100就会自动把0去掉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当成文字来看的话 文字包括就是我们中文字 或者英文字或者数字 也可以把它变成像文字 所以像09开头的话 如果假如你要变成文字的话 就要用双引号的方式 就对了 再来的话就是 后面 就要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就要用一个 就是and的符号 那and的符号呢 就是这个 有没有 这个符号 and什么呢 and 他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and 他 再来and 他 打勾 就可以 那可是你往下拖拉这个就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 他区码 补0 那如果要补0的话 要补几个0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所以这一题 其实最难的就是说 他有 两个函数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要怎么知道说 这个地方要不要补0 我用什么判断 就是我要去判断说 这里面喔 是不是一定有三码 如果有三码 我就不要补0了嘛 如果 他只有两码 我就要补一个0 对不对 所以我怎么去判断 那个 他是不是 他是 里面有几码的话 用LEN函数 LEN 假设说我今天 我要知道说 这个格子里面有 几 有几个字的话 很简单 我在这边先利用他这个格子 我要怎么做呢 我就等于 LEN 刮斧 有没有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点他一下 就是 H3 再刮斧 这样的话呢 我如果按打勾会怎么样呢 这里 现在我先把 储存格 改成这个 数值啦 因为他里面本来不是 2 有没有 为什么是2呢 因为他两个字嘛 就是2 那如果说我今天 这个28把它改成282呢 打勾 3 好不好 所以LEN的这个函数呢 他主要是怎么样 计算里面几个 如果说你今天变成什么 2的话 会变成 打勾变什么 1 一个字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补0呢 我要补几个0 我就这个 我要用这个格子来做好了 等于 我如果要补几个0的话 我用一个函数 那个题目里面也有 讲到就是 REPT 我要补几个0的话呢 我就直接 他的用法就是说 你要补0的话 你要补什么都可以 你补0也可以 补1也可以 你要补什么 你要先在前面跟他讲 逗点 逗点要补几个的话呢 比如说我要补3个0 3 这样的话 有没有 按打勾 3个0的 如果说我今天要补什么呢 补星星可不可以 打勾 3个星 我要补4个呢 4个星 我要补100个可不可以 100个星 有没有 多方便啦 如果你要重复新的东西的话 用这个函数 就对了 有没有 你要按几个就有几个 1万个也可以啦 但你也不要太多啦 太多的话 没有用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两个函数这样懂了吗 可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 把这个做修正 利用刚刚那两个函数来做 就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说 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要 还有啦 中间他还有个 Dash 这个Dash要怎么加 09多少 end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end Dash 减的话就是在这边加个减 这样应该懂意思吧 打勾就会有一个减嘛 可是他好像还要什么呢 这中间 有没有要空白呢 就像这样子 09 然后减号 Dash 一个减号 打勾就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还要在哪里打勾 一个Dash 还要在8 这个H 这里有没有 还要再一个Dash 所以end 然后再一个Dash 好 那这样的话打勾就可以了 这样就有个减号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必须要 H2 我要判断说它的长度 所以呢 我 要判断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呢 要加几个零要怎么做呢 我就 3 减掉多少呢 L 1 n 瓜糊 H2 有没有 这样子就可以 这样的话就是 这边就会 3 的意思就是说 三个字 减掉L1 假设说呢 它是三个字 3-3